它主要針對的是修護啊 還是保濕啊 其實特別針對的是美白跟修護 因為美白跟修護是分開來的 以前美白都要有酸類 如果我們講到你看起來有變白 因為它裡面含的是山茶花的配方 它去找了七種不一樣的山花 它利用山花的一些特質 比如說我們在美白保養裡面的機制 大家都知道 比如說第一個 你要先去淡化黑色素 然後你要去抑制它 然後加強它的代謝 讓黑色素能夠不見 所以為什麼在這個整個循環裡面 你的持續使用的一個概念裡面 讓你的肌膚就是回到正常的機制 所以不含酸我覺得是滿重要 因為它可以讓你又美白 可以有修護力的提升 那可是這是晚上又到白天呢 我跟你講它還有一瓶白天專門用的 因為美白真的要24小時持續的白 這真的很重要會變得很白 薇蓉 妳真的假的講那種白都超認真 因為我就是一個歐瓦 但是真的要白全是靠它你知道嗎 它以前真的好黑耶 對 我現在真的是靠這個變白 所以這一瓶也是他們出的 也是一個美白的日霜 它裡面還有它的SPF15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是它可以針對夏天 像我們平常夏天擦一些防曬乳 你會覺得非常的油對不對 會覺得它比較耗重 它比我們剛剛的晚安面膜更水 所以它等於是乳液嗎 而且你脊很多耶 對 它其實這樣一點點就可以擦全臉了 而且擦完之後你會覺得 手上是水水的感覺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因為如果擦完這個 它本身就有防曬嗎 那我需要再擦隔離霜或防曬乳嗎 因為日霜它是在你的日常保養裡面 對 所以呢 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的日霜已經有防曬系數 你就不需要特別再擦防曬隔離 提醒大家要有這樣的觀念 在做保養這件事情 白天我們在做的是防護最重要 晚上做的是修護 對 所以韋茹用了多久了 我大概用才大概半個月吧 因為我從上個半個月前 去百貨公司買回來 用到現在 我真的感覺就是 你知道 神回護 日拍神器都可以把它拿去丟掉了 因為你拍照起來 不用在那邊修 因為皮膚已經是亮的 已經是白的 就不會是那種泛黃 就算我睡很少 我跟你講晚上都是靠這一瓶 早上起來還是一樣 而且你看懸對保養品 用對了之後 雖然生過小孩 還不是比人家二十幾歲 對啊 這樣啊 快給我 其實像那個晚安面膜 像這種是比較薄的 就是不是那麼厚重的動膜 其實我滿建議你們在化妝之前 可以敷一點點 當成妝前的保養搭配 真的喔 對耶 那個妝會更貼 更貼 像妹妹你是要一整天錄影的 對 就是錄影前用這個當妝前的保養 其實效果滿好的 不錯耶 不錯不錯 謝謝老師 好 我想很多女孩子 都很愛護自己的頭髮 對 老姨啊 男人只會很喜歡 老婆啊 我是自己沒有頭髮 寫到頭髮 現在才是 好 那現在我們來談到頭髮 你有什麼錯誤的行為 害你一夜醒來 頭髮是亂糟糟的呢 杰玲 很多女生在洗完頭之後呢 就會擦一些護髮的產品 讓自己的頭髮 在吹乾之後 可以柔柔亮亮的 所以就要來問大家 你是不是也會 晚上洗完頭一定要抹上護髮素呢 我跟你說 應該如果是長頭髮的女生啊 幾乎都會對不對 你是來問一下 網道看多了 沒有 是真的 因為你知道像我們長頭髮啊 常常自己會喜歡這樣順頭髮 對 然後還順卡住 就心裡有一種不太舒服的感覺 會暴怒耶 我們常常會做造型 對 常常電棒啊 沒有 其實也不是我們 我看現在的年輕女生喔 也是那電棒卷超會用的 對 硬板夾 玉米墟什麼都來對不對 所以韋汝平常就是洗完頭 是做什麼樣的 我平常洗完頭 我也是很追求我頭髮要滑順 頭髮那個梳下去不能卡住 所以你知道我都用 卡住是不是心情就覺得 真的 我只想發火 所以我常常是用那種護髮油 已經用到油 然後我擦髮尾之後呢 再擦頭皮這裡 可是我之前你知道嗎 就是搞錯了 護髮油哪能擦頭皮啦 對 我想說一髮根 也要保養一下no y no 你知道嗎 好會長痘痘喔 很可怕頭皮就開始冒一些 那種會有濃的痘痘 有啦 超痘痘的 想在長在眼上 那可以擠掉的那一種 我皮膚保養得很好 但頭皮跑下去 因為我都以為這樣很有效 後來發現這樣是不好的 對 因為會長一些小痘痘 好 所以亞萊 那你剛剛也講說 像你常常使用電棒 所以頭髮難免 狀況會比較乾色 基本上尤其我染的顏色 這種亞麻色 如果你沒有護髮 或者是擦一些修護霜 我的頭髮很容易像稻草 看起來會毛喔 對 尤其洗完頭 吹乾的時候 完全是拉不開的 但我都一定會用 而且我一個禮拜 至少護髮兩次到三次 妳是自己護嗎 我自己 不好意思 謝謝 問答問你了 對 所以而且我覺得 教大家一個正確的觀念 護髮 所有護髮的東西 或油性的東西 就是護髮油 所有的東西都不能擦在頭皮 你只能譬如說 像我們女生洗頭洗完之後 是不是擦下面對不對 然後順勢的往上拉 不能直接擦在頭皮上 對 不然妳的頭皮就會很容易油 然後會有頭皮屑 我以前就是不知道 然後我常就是這樣用 然後用完之後我去洗頭 我的頭皮屑 整個都是一塊一塊 結在外面 這麼多 我覺得女生頭髮沒有照顧好 真的會讓男生倒退三度 對 可是頭皮有頭皮專用的 因為我怕觀眾 人來是會有點嚇到 如果妳是用頭皮專用的 滋養油是OK的 那是頭皮專用 只能擦頭皮 對 所以頭皮專用的 也不要把它拿去擦髮尾 髮尾有髮尾的 對不對 我說Lidia妳是油是不是 妳應該是現在就小袋 已經用了什麼 妳剛剛那表情 感覺有被說中的感覺 真的好難分喔 我是有之前在 妳該不會拿 沒有 頭皮 頭髮不是有防曬油嗎 有啊 有啦 塵霧吧 塵霧 OK 我確定一下 沒有 之前我在國外的時候 我就很習慣塗一些護髮素 因為國外很乾 然後我就用習慣那個東西 我回來台灣 然後我也帶回來用 可是一樣的東西 我在美國用的時候就好好的 然後回來台灣用之後 反而就是開始會一直有頭皮屑 因為氣候的問題 但是是一模一樣的產品 而且我也沒有說 就是特別去抹我的頭皮 就是擦頭髮而已 對 那妳們都是屬於就是 睡前會抹嗎 一定會抹 那早上出門 起床之後 會不會再抹 還是會啊 再抹 我會耶 因為早上起來 髮尾還是很乾 我還是會再拿油來抹一下 看起來比較好 所以妳如果前天晚上抹了 早上起來髮尾還是很乾 就表示這支商品很爛啊 妳都會睡覺妳都會這樣嗎 對啊 可是我也是晚上抹完 早上還要再抹 而且有不一樣的 那經過一個晚上摧殘 不是本來就會抹嗎 我們有分早晚耶 是 晚上睡覺的時候頭髮 它會受到什麼風吹雨打嗎 不會啊 忘了耶 妳也會浮曬雨淋嗎 不是 老師 因為我們睡覺的時候 我們會這樣滾 一直滾 對啊 所以我還滿確定 如果你前天晚上已經用了 護髮的商品在妳頭髮上 然後妳早上一覺醒來 妳的頭髮還是一樣毛皺 這瓶就可以把它丟掉了 對啊 我滿確定這瓶就是不好用的 拿來抹腳啦 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抹 是 那請問一下這個樓醫師 很多女孩子都會用護髮素 但有什麼問題嗎 其實我滿同意 那個明川老師講的 說你如果晚上抹了之後 隔天還會乾 其實大家 我們的頭髮 它其實是死掉的 對 的那個角質 毛鱗這樣的東西 對 它其實它不是在吸收那些東西的 那為什麼有些人的護髮素 它會抹了之後覺得好滑 好潤 是不是滋潤了 有這樣的一個功效 那其實很多的話 它含的是像細菱這種成分 毛細菱它就是會填飽 填飽在你的那個頭髮裡面 開的那個毛鱗片裡面 所以它塞滿了你 摸起來又滑又順 你就會覺得說好像很有效 所以像這樣的東西 你一定要記得 就是要沖洗乾淨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不要碰 可是沖洗乾淨它就不滑了 對 它不要碰到頭皮 所以你都不洗乾淨喔 會洗乾淨 可是像我 因為每天在做這個節目 都有一些概念 可是你知道 當你早上就疏不開 它卡住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算了 細菱也用 沒有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現在都會建議說 你在洗髮精的選擇 就不要選有這樣子的東西 是在護髮的一些 要沖洗掉的產品裡面 你可以添加 那另外有一些護髮素 它是屬於 像現在有一些 它就不添加細菱 它就是加精油類的 就是油類的這一種 油類 那就不用洗乾淨了 對 油類的話 它可以就是在 就是你乾髮的時候 要吹之前使用 那這一種的話 就比較不會有那個細菱的問題 但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也是明川老師剛剛講的 你不要隨便拿來擦你的頭皮 因為頭皮本身就是容易出油 它分泌油脂本來就是比較容易旺盛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區分 頭皮的保養品是頭皮的保養品 頭髮的是頭髮 可是有細菱的 不要接觸到頭皮都沒有關係 盡量不要碰到頭皮 請問一下羅醫師 過去我們這個祖母在用的那種 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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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他用髒木油 揪擦油 不是 他們在抹頭髮的 那個抹起來真的是烏烏亮亮的 那可以嗎 因為那是天然油 對 就是我們講說 剛剛護髮的油 那應該可以對不對 現在是有些是屬於天然油脂 對 所以它是護髮 不是護頭皮 對 所以頭皮你要真的 不抹頭皮 就是不抹頭皮 而且像我祖母到八十幾歲 那個頭髮還會亮亮的 真的假的 是什麼 我要買 就髒木油啊 髒木油 髒木油是燒出來的油 它滴出來的油 現在買的實在很貴吧 可是髒木油我們這樣擦 然後走出去都有髒木的味道 會...會有一點味道 那種味道很香 大家會說你髒腦玩圖的嗎 它不是髒腦 那是髒木 不同的味道 對 搞不好回歸到過去的 那種傳統的東西 反而是比較安全的 好 還有哪一些錯誤的行為 害妳的頭髮亂糟糟那些點 是的 專家都說 晚上十點到兩點 是睡覺美容照的時間 像我們長頭髮的女生 一個吹頭髮就要吹半小時 所以就要問問大家 會嗎... 我跟你講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真的都是這樣 就是因為妳會仗著妳年輕 我覺得好懶喔 因為頭髮都這麼長 對 對 我跟妳講我就是都不吹 我是洗完頭 對 我不吹的 我是洗完頭之後 然後用毛巾把頭髮包起來對不對 然後不滴水就放下來 放下來之後我就睡覺 這樣枕頭不是濕的嗎 枕頭會有那個潮濕味 對啊 對 會有潮濕味 可是以前年輕都這樣 然後但是缺點是真的 每天都頭痛 每天 我每天喔 而且有時候會痛到妳吃頭痛藥都沒有用 然後痛在地上打滾 我媽常說 妳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 痛在地上打滾 然後後來我遇到我老公之後 我老公發現我這個怪癖 他就說妳頭髮一定要吹乾 所以他都會盯著我 強迫我吹乾 從此以後我頭痛都沒了 真的 真的 這一定很重要 所以韋汝頭髮這麼長 也是會吹乾睡還行 我之前也是跟雅蘭姐一樣 就是不想要吹乾嘛 真的會有頭痛 所以我現在都是會吹乾 但是有的時候 我是故意不給它吹乾的 為什麼 所以有時候我們可能 出國去工作的時候 我可能沒有帶離子夾 我想要讓頭髮很柔順的時候 這時候我就不會把它吹很乾 然後我睡覺的時候的姿勢是這樣 枕頭是長方形嘛 我可能頭靠在這兒 然後後面髮尾的部分 就把它鋪直 我跟你講 真的很有用耶 隔天起來超直 跟用離子夾一模一樣 真的假的 所以妳在半夜睡覺的時候 妳一定要控制好 妳對這邊 妳本身的頭髮是直的 是直的 所以我想要把它變直的時候 就是妳不能 妳在半夜睡覺以後 要驚醒的時候 記得醒來的時候 要告訴自己 弄頭髮 妳要翻臉的時候 要怎麼 好累 要睡覺耶 睡覺真的很累耶 可是這個隔天起來 我就不用吹頭 而且頭真的會很直 可是那個 我覺得那個不是直 那個是因為頭髮出油 因為它沒有乾 所以它變成很容易出油 所以它頭髮才會很重 所以感覺很直 如果我們要吹乾去睡啊 我早上起來都還Q毛耶 因為妳會滾來滾去啊 對 妳要把它 怎麼這麼愛滾 對 柔醫師 如果睡覺之前 頭髮不管是吹半乾 還是說不吹 這樣對身體會有什麼影響 對 小儀要起來 頭髮不再群毛讓舞嗎 李明川老師也要大絕招喔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家裡一定有 靠在你的頭上 像運帽一樣 不是 李明川老師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 夫妻感情需要經營 我這樣很醜啊 每天晚上搞成這樣子 很難經營耶 可是妳如果要經營夫妻感情 本來頭髮就會亂啊 所以看妳是要感情 還是要髮質囉